机组一次起飞在空中组成编队 飞赴塔什库尔干一线进行空中巡逻 由于部队所辖边境线漫长 横线中高山峡谷众多 复杂多变的气候给飞行带来了不小的考验 经过一个小时的飞行 编队抵达被称为老虎口的峡谷地区 就在直升机穿越山谷时 突遇大雾天气和强气流干扰 如果不能及时处置 即易造成直升机机体和发动机结冰 甚至引起发动机停车的严重后果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 机组立即展开空中协同 机长密切关注仪表数据和外部天气 副驾驶果断调整飞行姿态 保持安全高度 成功规避空中险情 每次巡逻任务 直升机飞行航线基本都是高海拔的山区地形 加之天气顺序万变 积雪 大风 紊乱气流 不仅容易造成视觉误差 还会影响直升机的稳定性操纵性 对我们飞行员来说 这给飞行安全和飞行技术带来很大的考验 飞行途中官兵及时通过手持设备 报告各顶位情况 两个半小时后 直升机到达本次巡逻的终点 完成了对边境线 全航线 全空域 全地域的空中巡逻任务 空中巡逻的特点 一个是速度快 用时少 第二是不受地形限制 以往地面分队在道路险阻 积雪较深的地区巡逻 至少需要两天时间完成 现在空中巡逻只需要两个小时便可完成 感谢观看